昨天大午 昨天下午 大連市政府新聞辦舉行了第65次新聞發布會 向外界通報了疫情最新進展及防控情況 1月4號12點到1月5號12點 大連市新增1例本地無症狀感染者 病例已轉運至省集中救治大連中心隔離治療 目前全市累計報告新隔肺炎確診病例50例 本地無症狀感染者31例 5號下午大連市又有3例無症狀感染者出院 出院後 無症狀感染者將繼續在隔離醫學觀察場所 進行14天的醫學觀察 目前大連市累計5例確診病例和6例無症狀感染者出院 按照大連市防控指揮部工作安排 大連市加大了對金浦新區核心管控圈 和封閉管控圈的核酸篩查力度 有計畫有步驟的從里到外進行多輪次核酸檢測 目前金浦新區有意先進 雍正 光州和暫停 五個街道的封閉管控圈已完成了五輪的核酸檢測 核心管控圈區域已完成了六輪的核酸檢測 與此同時 大連市衛生健康委統籌調度全市醫療資源 在確保防控安全同時 全力保障 集中隔離場所 居家隔離等隔離管控區域人員的醫療服務 解決隔離管控人員看病就醫的實際問題 截至目前 全市各醫院供接診隔離管控區域患者965人次 為隔離管控區域患者手術21台次 隔離管控區域產婦生產實例 疫情發生以來 大連市城市管理部門 堅守一線 全力以赴 持續住牢疫情防控期間 環衛防線 城市生活垃圾一日兩清 日產日清 中風險及其他重點地區至少一日三清 必要時實行巡迴反复清運 疫情期間 累計收集運輸 處置重點區域生活垃圾9020.9噸 全部採取固定連員 專用車輛 預網焚燒廠的方式進行無害化處置 對冷鏈垃圾全部收運至末端處理設施 進行無害化處置 並同步開展 涉疫區域消沙和其他地區的 預防性消沙工作 2020年12月15日以來 大連市生態環境局坚持 每日調度檢查定點醫院 隔離點 和城鎮污水處理場的污水處理工作 確保疫情期間 定點醫院和集中隔離點 废水得到有效處置 為確保涉疫情醫療廢物得到即時安全處置 大連市醫療廢物集中處置單位 在現有兩套熱解焚燒處置系統基礎上 又新建了一條微波消毒處置生產線 為全市疫情防控需要 提供可靠的備用處置能力 全市民開放朝鮮污水分裂鎮污水分装壁 使用人參與周省污水分裂寨 聖鏈機有一個臺灣 您會檢查過